12月27日13时21分 全球首架C919国产大飞机首次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随后这架拥有全球首架标识和专属身份证号的C919飞机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 据悉 自12月26日起 中国东航最新接收的全球首架C919开始进行总计100小时的验证飞行 将持续至2023年2月中旬 起降的机场涉及九省市十座机场 在每个验证飞行日 C919飞机将从上海虹桥机场始发起飞 飞抵其他城市的机场 王秋也是此次验证飞行的飞行员 他表示C919飞机的驾驶体验很好 整个验证飞行过程十分顺利 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这架飞机因为从我们的训练一直到中间的我们的验证 到今天的验证的航班的飞行都非常的顺畅 和我们的预期一样 各有特点 这个919相对来讲会有很多它自己的特色 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讲 我们觉得无论从操纵 还是设计的人机界面 还是它的这个荣余度 都给我们非常信任的感觉 从闲梯走上飞机 一个宽敞的客舱环境便呈现在眼前 东航为全球首架C919配备了两舱布局164座 包括8个公务舱和156个经济舱均选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国产客舱座椅 此外 机舱在设计语言上也不缺乏国产元素 可以先看到的就是我们客舱的灯光 现在是一个彩虹的模式 那我们这架飞机的话 一共是有10种的模式的那个灯光显示 对旅客来讲可能舒适度比较高 那我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亮点 就是我们靠窗和靠过道的座位 差不多都是21英寸的宽度 那我们中间的座位呢 是有宽0.5英寸 对于中间旅客不愿意选座位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比较 旅客以后就会觉得舒适度更高一些 C919的话 客舱里面的显示各种方面 那我们的中文显示就会比较多一点 让我们的国人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 这是我们中国国产的大飞机 在C919完成航线验证飞行后 中国民航局将对验证结果进行审定和检查 确认东航具备安全运行C919飞机能力之后 会颁发相应的运营许可 东航四川分公司总经理刘成介绍 中国东航将争取在2023年春 把C919正式投入商业载客运营 那么第一架由12月9号进入接收以后 在全国十大机场进行一圈验证飞行 主要为了测试飞机本身的性能 以及机场的保障能力 这样可以满足在我们正式投入运营以后 不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作为我们C919的首发用户 我们也是起到一个示范带头作用 未来像西部的其他航空公司 后面也会逐步引进 我们也可以形成品牌效应和示范效应 据悉 在正式投入商业载客运营后 C919将出现在上海 北京 成都 西安 昆明 广州 深圳等地的优质精品航线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